明天叫阿冬 Wayman, 工程順利完工 你看, 外牆的紙皮寫都和你共過了 沒有全部, 大部分 絕大部分, 起碼辦公室九十多 全部都換過新的 還有食水館都換過了 大家滿意 是呀, 明天叫阿冬出一張煙環 讓你發團結合尾數 紙皮寫不同顏色 摸下去就突不平 穩穩得安全嗎? 絕對穩得安全 一點點瑕疵當然有 將貨就假嘛 沒錯, 紙皮寫也是小顆蛋 但是結構對安全沒有影響 保證用十年八年都不會剝下 爹地, 過來玩風拉圈吧, 減肚腩 寶寶寶, 沒錯, 紙皮寫也是小顆蛋 那怕對結構對安全沒有影響 好 保證用十年八年都不會剝下 姑娘… 我女兒蒸蒸的頭, 現在暈倒了 行了, 我們會照顧她 先生, 你在這裡等一等 若姑娘會照顧她, 放心 阿寶, 只是畫這間屋就可以了 是啊, 老師都只叫我畫這間屋而已 你們都畫, 一會兒我幫你們解畫 嗯, 好的 怎麼樣 爸爸, 你畫那間屋, 這麼像我畫那間 當然, 我們是父女, 這些叫心靈相通 老師說這間屋是代表我和同學的關係 這間屋有道開了的門 還有一條路通出街 就是說我個人很開放, 很喜歡和別人做朋友 哦… 哇, 爹地的畫也是這樣 爹地的人很開放 經常和社會人外面有接觸 很容易和別人溝通 那你呢, 就最適合做公家的事 現在還做立案法團的秘書 適合你 各位委員 今天開會的目的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我們大廈前一陣子收到屋宇署的修緝令 要我們大廈將外場所有鬆斷和損毀的批檔 清除了它, 確保公眾的安全 那大家對這次工程的進行, 有什麼意見呢? 做維修便找工程公司吧 誰有相熟的? 這麼大的工程, 一定要經過照標 不能夠隨便找熟人的 如果隨便找熟人, 是會有違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原則 建築物管理條例, 有講的 這次這麼大的工程, 我想要好幾百萬 這麼大的工程, 我們通通都是行外人 大家說, 是不是先請一間顧問公司 聽牙耳電視呢? 你們這間大廈真的很舊 就算屋宇署不叫你們維修 你們是時候要做的了 是啊, 你看有多少工程要做了 你看, 外牆的批檔都鬆了, 紙片經常掉了 還有, 你看那些水油管, 夠到生了手 都經常大收的了 最穩妥的就是全部換掉了 那所有工程大概要用多少錢? 五、六百萬, 沒什麼走雞了 哇, 要整五、六百萬? 謝謝爸爸, 我想我要回去跟法團開會研究一下 你不是有生意不益外賦嗎? 爸爸, 你不要說益不益 法團做事, 一定要醫政手續 我們現在首先要找一間顧問工程公司 做一個評估 我找你, 是因為你一間公司是做工程 你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讓我心裡有個余選 我當然知道規矩了 我和你開玩笑而已 對了, 找了顧問公司了嗎? 還沒, 主席說要登報紙公開招標 這樣吧, 有一間顧問公司 我和他很熟, 合作過很多次 很專業, 信得過 不如叫他出來談談談他的意見 好 好像這些批缸最危險 你有沒有看他鬆了一點點? 如果整幅掉下來, 打傷人家的事 好像你們這些大廈的工程 我年中做不少 是嗎?其實在香港 好像你們大廈的情況很多 二十多年樓齡 又沒有大維修, 又沒有保養 風吹雨打, 很正常而已 Kent他們的顧問公司 很有經驗, 很專業的 是呀, 謝謝Kent 聽了你們的意見之後 我心裡有很多 起碼要知道要做甚麼維修工程 你們的意見 我會回去法庭研究一下 再公開招標 對呀, 不過話說 如果公開招標 不一定找到好好的顧問公司 不過做法應該是這樣的 我看一個建築物管理條例 凡是超過二十萬的顧問費合約 又或者超過相等於 法團每年預算的二十個百分 就應該公開招標 這樣才是公平公正 真的有做功課 對呀, 一般顧問公司的收費 是工程做價的五個百分 以你們大廈的情況 是應該超過二十萬的 是啊 你應該這樣吧 我給他有情教你們 收十八萬 十八萬? 不超過二十萬 就不用公開招標了 屋宇署的通知已經出來了 你們沒多少時間剩下 是呀 但是十八萬 你會不會做蝕本生意的 蝕本生意我就不會做了 我會靈活地處理 它調動人手 好嘛 況且我希望公司可以多勞多得 還有, 十八十八很容易投 十八萬顧問費 好像很划算 是屬於人嗎 既然價錢這麼合理 而Wayman也說這間公司 做過很多這一類年的工程 不如就找他們吧 價錢是比較吸引 但是, 要不要多聽多點意見 再做決定呢 那個工程不小的 意見聽來聽去都是差不多 不過我擔心每月都要去屋宇署的旗下 不如就表決吧 那好吧, 真誠地請舉手 好, 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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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誠地請舉手 好, 通過 好, 通過 好, 通過 整個工程 包括拆棚和清理現場 我們預算會在明年一月完工 既可以擺設屋宇署的期限 亦可以收拾你到大廈過新年 到時親戚朋友來拜年就開心一點 好 換了新的水管可以用多少年 這樣你們要相信我 我會好好地監管工程公司 要他們保證用最好的水管 到時用十年、二十年 或者更長時間也沒問題 那我們就相信你了 因為我們全都是外行 你才是專業 放心, 下一步 我會找幾間好的工程公司來報價 到時我們就可以收錶和評錶 我們還要不要公開登報 邀請多些工程公司來投錶 也好…到時可以把我們公民公司 放在廣告上 可以讓公眾參考一下, 好嗎 老公… 老婆 老婆 寶寶, 發生甚麼事 剛才我和寶寶在外面玩 怎… 怎知道有人高空雜物 弄傷寶寶的頭 甚麼人這麼無功德心 那寶寶呢?他現在在哪裡 寶寶在裡面 姑娘跟他弄傷口 好… 爸爸媽媽, 你們畫棵樹 老師畫棵樹是代表一個人的成長 和性格 咦?那這次不用你描畫 媽媽也知道 爸爸這棵是羊樓樹 羊樓樹會隨風飄搖 即是說爸爸的性格 就是舉其不定 容易受人影響 你看媽媽這個多好 想不到這麼快 就有這麼多人投標了 還未開得住 還未到開標那天 我們是不能隨便打開標書看的 不是, 我想整理一下他們 周先生, 以後請你們管理處 幫我們收到所有的標書 原封不動地放在這個箱裡 沒問題 到時候我們一起打開 這樣才符合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 凡事我們依足批舉坐 喂? 喂? 威敏 阿Ken 收到多少份標書? 兩份 價錢怎樣? 不知道, 還未到開標日 而且所有的標書都鎖住了 就算想看也看不到 噢, 你們做事原來這麼依規矩 那好吧 謝謝 你女生做事這麼外板 總之這單工程呢 我們用五間公司去下標 六百五十萬和六百四十萬那兩間 他們已經收到 今天再寄上六百二十五萬 加上你公司六百萬那一份 我們這樣為標法 十萬無一失 這單工程你做硬啊 嘿嘿嘿嘿 我公司做不就是你公司做 好, 我們今天正式開標了 一共有六份標書 我們這次的工程 總共六間公司投標 標價有六百五十萬、六百四十萬、六百萬、六百萬、六百二十五萬、六百一十五萬 怎麼這麼接近呢 還有一份是五百二十萬 那我為嫁低借得 不好意思 明天才是正式評標 要聽齊大家的意見 特別是要聽聽顧問公司的意見 早上 張先生 今早又收了一份標書 怎麼今早才寄到呢 這麼前 今早大廈管理署收了一份標書 是投標做我們的大廈工程的 大家認為應該怎麼處理好呢 他都遲了 我想應該作廢話 既然既然都來 就打開看看吧 李先生, 你認為呢 其實有時候有第二五在所難免 我覺得拆開來看看也無妨 這間公司報價五百萬 很難 很難 果然有重低價 那當然是價低就行了 當然 越便宜越好 當然 或者我們不要只看價錢 我們看錶書的內容再說 我們是行外人 錶書寫什麼我們都不明白 李先生你是專業的 不如你告訴我們 用哪間是最好的 是啊, 最重要是便宜好正 能夠做得到便宜好正 固然是好 但是有時候便宜不一定是正 價錢低也未必是最好 就以昨天開標最低價那間 就是五百二十萬那間為例 眨眼看來他們最便宜 但我回去看清楚他們的內容 其實他們用料不是最好 甚至乎有些還是有害 好像他們用的油漆裏面 VOC的含量就很高 有些國家甚至乎已經禁用了 什麼是VOC VOC是七油揮發性有機化物的含量 有些便宜的油 VOC很高 眨眼看過去很亮 但他們發放揮發性有機氣體是有害的 我們政府在沒來之前才剛才來管制 哇, 你說話這麼專業 我們都不明白 李先生是專業嘛 李先生, 別說那麼多 簡單點 你說哪間最好的 我們就用哪間 不算今天收到這份標書 就以昨天收到六份標書為例 我覺得第二低價 即是六百萬那間 無論在價錢、用料、品質 和公司過往紀錄方面 都是最平均的 我覺得可以推薦給業主大會通過的平容 但他們不是最低價 我們很難和業主交代 其實我看他們的標書 他們是可以有減價空間 或者我們有些次要的部分 和他們以價 那就和他們講到最低價了 那你就跟他們講一下 你說價就這樣 你猜買菜嗎? 這些我不懂 其實你們不用一起去以價 只需要派一個代表和我去 那Raymond 這裡你最可靠、最聰明 又是法團秘書 是呀… 喂, 搞定了 單功成你的 說實話 差點被最平均接了 幸好他們相信我 帶他們來花園就搞定了 遲兩天 有些女婿以價 他什麼都不知道 總之你看看哪裡便宜 便便便宜給他 懂得做 是, 總之外父和女婿合作 這宗工程一定可以順利完成 你別這樣說 什麼外父和女婿合作 被人聽到惹人誤會 況且我還未和法團申報 這間公司是我的外父 千萬別說 說更麻煩 免得利益衝突 秘密 你放心 我一定會做好這宗工程 不旺就旺 那便好 我不會提你們兩個關係 你又不要跟法團申報 便麻煩 先說一些正經事 你想我們公司 減少價錢 可以的 我們將工程中 要更換鹹水喉館的部分 取消它 取消? 鹹水喉館 食水喉館照做 還有 還有 那些紫皮石 要換我另一隻 那 換紫皮石 沒有影響 只會價錢更便宜 這樣的話 應該可以減百十萬 即是五百二十萬 就可以完成這宗工程 也是一樣最低價 那便可以跟業主交代 那會不會影響品質 和安全 絕對安全 沒有問題 至於品質 大家多 遲一點 看不出來的 尤其是行外人 一點也看不出來的 你放心 我一定會把這個工程 做得好好的看看 這隻不能輸 藥龍門好 甚至耿頸四 害我輸的錢 現在叫火企快點手 等下… 下工之後 上去握個好骨 等下… 永遠有阿絲 等你 下去也好 也好 主席,張先生… 怎麼樣? 工程進行得怎麼樣? 舊的批檔都沒有產生 好像進度慢了一點 快點… 快點… 這個工序是浪費點時間的 你不是我老闆都很清楚嗎? 小先生 要先看工程才行 不要一直顧著看馬經 行…我會的 你們快點 收拾好這些東西才行 滿地了… 什麼時候開始 換這些食水喉管? 快點… 連那些鹹水喉管也開始換 工程沒有包含鹹水喉管 這些是額外工程 額外工程? 我老闆跟你們說什麼? 可能我弄錯了 你不問我老闆吧 他最清楚了 玩笑吧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問公司管理處工程公司的職員 這麼熟 不知道呢?應該沒事吧? 不用這麼多疑 大家乾杯 希望明年生意更加好 好,辛苦了… 好… 不經不覺,我們公司開了二十年 可惜你不是這個行業 令我沒人接受 想退休也難了 你很久還要退休 老闆,先休息 先喝點糖水 不用了,很飽 慢慢走,快點開身 小心點 爸爸 為何我們大廈 現在要更換鹹水喉管工程 你不是說取消了嗎? 初初以為沒事 你免工程做了之後 發覺又生瘦又流水 就決定換上去 那你當初就不要取消了 你現在中途加上去 我要跟業主和法團解釋 解釋用什麼? 讓我跟他們解釋 是啊 既然工程已經開始了 當然要做它 如果你現在不做了 等一兩年始終要做 如果你現在做 就可以刻刻一點 再加三十萬就完成了 如果你將來做 一定不止這個價錢 早兩天 我和黃先生去巡地盤 看到你們的職員 在這裡講砸骨 看馬經 他開始懷疑你們的關係 還有 我還沒跟法團說過 你女婿 千萬別說 你這麼說 只是說不相信爸爸 你知不知道爸爸對我們多好 他幫我們給了一份維修費 什麼? 爸爸幫我們給了一份維修費? 算了 當年你進房子 我都沒有送禮物 就當我送給女兒的禮物 老婆 為何你不事先跟我說 讓法團知道很大件事 你放心 我已經用了雙人的名字 交了維修費 收據也拿了 怎會有人知道 別說了 我怎麼吃剩這麼多東西 不如叫他打包吧 好嗎?不要浪費 不行 可以吃就不能拿 叫少許粥 你拿了嗎? 這個… 工程開始了這麼久 好像沒做過事 那些舊批檔還未清 水管又不知何時才開始活 不知道 是 顧問公司會看的 我們請他回來 只是叫他們幫我們監製工程 我們不認識 我們不可以整天說自己不認識 不認識不認識被人騙了都不知道 你有沒有發覺 開工的人數 來來去都是那三幾個人 人手不足夠 管理處在周生會看實 就是他才可以 你有沒有發覺他們經常圍在一起 不是談馬經 就是談去深圳扔骨 我就怕他故意包庇他們 特別可疑的就是那些額外工程 鹹水管一時說不用換 一時又說要換 都不知道是不是那時候 為了投標拿到工程 就壓低價錢 到現在才慢慢追回 我不贊成後家的 你呢 下星期開始就要安裝主要的水管 事關重大 你要看實一點 多巡視一下 下星期我會跟家人回家 去整個月 這裡就靠你了 我會的了 爸爸 Kent 我想和你們聊聊 事到如今 我們不如坦白一點 之前開工人數不足夠 我不追究 工程慢了那麼多也不管了 從今天開始 我們照合友去做 開工人數 你給我溫足 工程加快一點 一月之前我們員工好嗎 你說什麼 現在我們沒有人做事嗎 不是一樣東西向人開工 還經常加班 加班 加班 你的職員 你的工人 還沒時間就下班 之後就去深圳打骨 你哪個眼睛看我們還沒時間 就下班 你們也有管理員看著 總之就爽手一點 工程就加快 還有 那些無謂無必要的額外工程 就不要再有了 鹹水喉管 我們不換了 不是吧 你怎麼做法團秘書 小小事都決定不了 你說什麼 你是不是想令外工做事本生意 大家合作 都坐同一條船 我沒有跟你坐同一條船 好 你自己給你那份維修費 我 我跟你說 其實最好盡快安排法團 批出中期工程費 什麼 以現在的進度 中期工程有來沒有員工 是這樣的 我們工程流動資金出現了問題 如果可以早點批出中期工程費 我們公司有錢周轉就可以了 否則我怕公司會倒閉 什麼 你外府間公司倒閉 工程爛尾大家都不好 最慘的是你那座大廈 原來我和你們 真是搭同一條船 爹地 你這個人畫好沒有 畫好了 老師說人是代表自己 你這個人畫得這麼小 還是畫在角落頭上 即是說你好沒有自信 你個人對眼只有兩點 即是說你看東西不清楚 還有說你個人都沒有耳朵 都不聽別人說話 忠言逆義 誰說 沒事的…沒有理由 Wayman 這宗工程順利員工 你看外牆的紙皮尺 都和你全部共過了 沒有全部 起碼扮得九十幾 大家滿意 紙皮尺是不同顏色 摸下去都特不平 穩穩,安全不安全 絕對穩穩,絕對安全 少許瑕疵當然有 要把貨就假 沒錯,紙皮尺也是小顆蛋 但是結構對安全沒有影響 保證用十年八年都不會剝落 你要相信外府間公司的手藝 我信不信是其次 最重要是屋宇柱的人信 收集令是他們發的 遲些他們會有人來檢查 檢查就檢查,怕他們不滿意嗎 如果真的不滿意 那要花多少就搞定 你這樣說不就是賄賂? 是犯法的 我說如果而已 事到如今也唯有如此 弟弟,我們大家同坐一條船 這件事搞瘋了,大家都沒有好處 是嗎? Sharry,阿寶怎麼樣? 你怎麼會變? 爸 我這次被你害死了 我?究竟什麼事? 寶寶 寶寶 媽媽,爸爸,老公 你沒事就好了 爸爸,我沒事了 老公,你怎麼不走? 你們先上去吧 有些事我要去處理 阿寶怎麼樣? 有些事我想跟大家說 以上就是我的遭遇和錯失 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我一定會 是 我們大廈前一陣子 收到屋宇柱的修緝令 大家說是否先請一間顧問公司 先聽意見呢? 要五、六百萬 謝謝爸爸 我想我要回去跟法團開會研究一下 你不是有生意不應外賦嗎? 有間顧問公司我和我很熟悉 合作過很多次了 一般顧問公司的收費 因為工程做價的五個百分比 應該超過二十萬 你以為這樣吧 我給個友情價你們 收十八萬 不用 你現在不用馬上降價 難道因為你認識我外父 就要你做蝕本生意嗎? 而且我始終覺得這樣做不是很妥當 反正我們會招標 因為招標才是最公開公平公正的做法 你報價的時候 用你認為覺得合你的價錢來投標就可以了 謝謝Ken哥 謝謝爸爸 你們的意見我會跟法團反映 不妨礙你們 謝謝你 再見 再見 好,我們今天正式開標了 我們這次的工程 總共六間公司投標 今天為價低者就行了 明天才是正式評標 要先聽齊大家的意見 張先生 今早又收了一份標書 今早大廈管理署收了一份標書 是投標做我們大廈工程的 大家認為應該怎樣處理好呢? 他都遲了 我想應該作廢話 為了符合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原則 凡是持標的 我們都取消他的資格 那些凡是開標之後 再以價 就不太符合規矩 可免則免了 但如果真的要做 都需要有適當的確認 和監管之下 小心地去進行 我支持黃先生的做法 開了標再收後來的標書 或者以價 會令人認為我們編師 各位 我要向大家申報一項利益衝突 這裡是一間公司 是標價六百萬個一間 公司的股東和董事 是我外父來的 所以遲些評標的時候 我會不會參加討論和投票 對 上次耿頸四, 害我竪子 現在叫伙企快點搜 下班之後, 上次握個骨 對… 永遠有阿絲 等於你 那就好 也好 小姐 工程進行得如何? 好像進度慢了 快了… 連那些鹹水喉館都開始換了 什麼? 工程沒有包括鹹水喉館的 這些是額外工程 額外工程? 開工人數又不足 工人又這麼偷懶 我們一定要找專人去監督工程 誰好呢? 就是威敏 在這裡, 威敏的人又可靠又信得過 不好意思 本來我也很樂意做這個工作 不過, 工程公司是我外父開的 如果由我來做監督工作 我怕會有利益衝突 對的 讓我去做吧 我們一定要責成那間顧問公司的樓仔 和管理處的周先生 要他們嚴格地執行監工 那額外, 鹹水喉館工程那怎麼辦? 那就要請Kent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我跟你說 其實最好盡快安排法團 批出中期工程費 甚麼?以現在的進度 中期工程有來沒有員工 主席, 張先生 主席 主席 不停, 過來 我們有事想跟你談 這次你真的要幫我 甚麼事? 是這樣的 我們公司的現金出現了問題 一有幾雷大數被人摘絕了 你看可不可以跟主席談談 拿著那些中期工程費用 當然不行 中期工程費用 是根據工程的進度和質量來批款 做多少就給多少 如果用虛假工程紀錄來批款 是犯法的 老爸 不如你加快工程進度 工程依時員工 我們就可以依時給你們費用 那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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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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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這個 好 幸好主席 以至由廉政公署 和香港房屋協會編制的 樓宇維修實務指南去做 大家想做好大廈維修工作 就記得向他們實處一份參考 或者致電 優質管理承算維修的諮詢熱線 29294555